我这是 怎么了 重伤少年夏天从昏迷中惊醒 却意外拥有了透视眼 看着眼前似乎什么也没穿的极品护士 他回想起昏迷时埋藏在深处的儿时记忆 他失踪的父亲曾告诉他 当他身体发生重大变化时 一定要戴上他母亲留给他的神秘项链 而少年的父母人间蒸发之后 他的记忆早已模糊 此刻他正在怀疑刚才的透视是否是幻觉 若他真的开启了透视 那神秘项链是否就到了佩戴的时刻了呢 你快躺下 你身上的伤很重 能醒过来就已经是奇迹了 我这是 怎么了 你都不记得了吗 你救了一个小女孩 自己却差点被车撞死 哦 对 我想起来了 那孩子没事吧 我女儿没事了 一位绝美少妇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 在少妇出现的一瞬间 夏天的眼睛再次幻觉般地出现了透视 你怎么了 没事 可能是车祸的后遗症 我怎么总看见幻觉呢 我知道你救了我女儿 我很感谢你 我会给你足够的补偿金 你用不着找借口来讹诈我 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撒谎骗你 就为了找你要钱 一百万 够不够 那两百万呢 我今天就算白见已勇为了 我一分钱都不会要你的 给你五百万 总行了吧 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 因为那孩子的命 没法用钱来衡量 少妇刚想呵斥夏天 装青刀还不是想多要钱 就听砰的一声 夏天已经摔门离开 夏天现在只想回家找到项链 她不知道能否通过项链 解开自己的绅士之门 但一想到刚刚那少妇 盛气凌人的模样 她还是忍不住吐槽 怎么会有这样的家常 就在这时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拦住了她 当小女孩笑着 对她说大哥哥谢谢你的时候 夏天的心已经柔软得一塌糊涂 她告诉小女孩 自己就她一点也不厚了 这有爱的一幕 落在小护士的眼里 让她倍感温暖 突然夏天回身 深情团团地注视着小护士 我想说 什么 小护士心想 难道这少年对她一见钟情了吗 能借我一百块钱吗 我没钱回家了 这个人 刚刚连五百万的赔偿都不要 我以为她还有钱不在乎呢 谢谢 我叫夏天 我会找机会还你的 我 我叫白依依 钱你拿着用吧 不用还了 那我走了 后会有期 夏天带着一身绷带消散离去 她的背影落在两人的眼里 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真是个神奇的人 没过多久夏天就回到了寄宿的表姐家 她推开房门家里空无一人 显然表姐还没回家 夏天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记得那枚神秘项链就放在一只陈旧的墓盒 她拉开抽屉将墓盒拿了出来 在她打开墓盒的一瞬间 湛蓝的光芒刺痛了她的双眼 如今她开启了透视眼 这该是可以佩戴项链的契机了 她将项链缓缓戴上了一瞬间 她的意识突然陷入一片黑暗 只剩胸前湛蓝的光芒依旧耀眼 无数道蓝光从项链中冲破束缚而出 乘螺旋状将夏天紧紧包裹 夏天在瞬间就陷入了深度的昏迷之中